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 这个Christian Sand 挪威的 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农场的 这个附近的这个城市 是这个 挪威的第四大城市 Christian Sand图书馆 再给大家做视频 刚才呢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学习了一下这个 脑子的一些 一些学术啊 我总结下来就是基本上脑子 就是让我们归回到 最原始的状态 所有的人类文明都不要 在他看来啊 柔弱自然是最好的 在他看来只有 生下了一个星期以内的 这个阿卡奖 我们说赤神儿啊 就是红孩子 才是顺称自然的 才是善的 只要人类有了这个文明 有了意识 有了竞争 有了所有以后 人就变得饿了 所以他是绝对 反对人人文明 要把人类 这个 带回到最最原始的 自然状态 动物般的状态 我在这里呢 就是不对 老子的这个学说啊 做任何评价 说他是好 还是不好啊 我只是根据这个老子的这个学说 来看看我们实际的生活 OK 所以我今天这个标题啊 叫文明的麻烦 OK 从哪里讲起呢 从我这一次 从这个 欧洲回来 从这个西班牙 到了波乃 从波乃 回到这个家里啊 回到家里发现 第一件事情 糟糕了 没有水 没有水 为什么没有水呢 不知道 把电一擦 因为我的这个农场啊 我是用自己的井水 我是没有这个水费的 没有水表的 用自己的井水 用水是不要钱的 但是用电要钱 你要装一个这个抽水机 把这个井水要抽上来 所以回来以后呢 就是把电一擦 这个抽水机 响是响 有声音 但是就是没有水出来 这没办法呢 我很走运的 就是我的邻居啊 就是我的这个农场的这个邻居呢 他就是一个水工 他就是个修水管的 上次那个淋浴啊 就是他装的 装了一个淋浴啊 修了一个淋浴 这个又打电话叫他 你过来跟我看一看 因为到的那一天呢 是星期五啊 那他星期六清早就来看了 他发现啊 就是由于我冬天不在 我冬天不在 虽然我把那个热水器的这个水啊 全部放出来了 其他的水都放出来了 但是那个抽水机的棒里面的水 没有放干净 所以这个抽水机啊 后来结冰 啪就炸开了 然后在修的过程中间啊 就没办法了 这个星期天也是 也是没有水嘛 对吧 星期天也没有水 那么星期六星期天啊 到星期五到的那一天 我要洗澡嘛 对吧 星期六星期天啊 星期一他也有事情 连续三天 我都是到我的井里啊 把这个井打开 自己去淋水 井很近的 就是十米远 就是我的井 那就把井盖打开以后啊 就像那个 这个农民啊 这个农民打水 那个水桶哗下去 还有技巧呢 你要盖的下去 砰 然后打个水 上来啊 这个 拎了水 进来 洗碗啊什么东西 这个水 然后呢 用火烧 因为我这里是有这个 冬天都有 它都有那个 烧柴子的那个炉子的 那就是 平时用煤气 如果太热了 用煤气 把这水烧热 或者就用柴 柴不要钱嘛 而且我这个农场是有的是柴 烧不完的柴 OK 烧不完的草 每年都会长嘛 所以用柴去烧 把这水烧热以后 就端到那个淋浴 那个里面嘛 就是自己呢 把那锅子的水 来洗 这个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这个是我在山上学来的 我在这个小岛上 那里就没有电 对不对 没有电 没有抽水机 所以我所有的水都是雨水 我有很大的续水的那个词啊 续满以后 那个水是足够用 那么白天天气好的时候啊 就会把那个水啊 去晒 我有一个专门晒水的袋子 那个表面是透明的 晒 如果天气很好的时候 晒那个水都很烫啊 还加冷水 才能用 那么天气不好的时候 那水就不够热 那你把那个水倒到很大的锅子里面 再加点水 然后就烧柴火 就烧热 都是这么洗澡的 所以呢 就不存在这个 不存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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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的问题 不存在这个什么 什么抽水机啊 这个电脑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在这个农场呢 就完完全用了 我在那个山上的搞法 就自己到井水去 拎了井水来 用这个井水洗碗 井水滤过的水呢 再去烧开来喝 那么就是用柴火烧了这个热水 然后就洗澡 到了星期二啊 这个人来了 买了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抽水机 终于把新的抽水机装上 装了好久 发现我这个淋浴中间的 有一个 那个东西也坏掉了 因为那个水也没有弄干净 结果到了冬天 结冰也炸开了 那个也要换 结果这一次 又换了不少钱 上一次装 装这个淋浴就花了不少钱 这一次又花了不少钱 我都弄好啊 现在就有淋浴了 等它走掉以后 我就在想啊 我说其实你看啊 所有的方便 就在于 拔开 就有热水下来 我就可以淋浴 就是这一点点的区别 其实没有其他的区别 你说出去 拎水进来吧 其实很近 是吧 也不要什么太多的体力 一次拎两桶 一天两桶水就足够用了 而且现在外面下雨了 我在家门口 都摆了这个很大的 蓄水的东西 以后洗衣服 我都不用这个抽水机 我就直接拿到外面 所以买不买这个洗衣机 我都很犹豫 买了洗衣机 你擦上去 又要用电 又要用这个抽水棒的这个抽水机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外面呢 其实就是水 你搓一搓 到外面 拿着水一洗一量 这衣服就干了 所以这种非常简单的 生活方式的话 你也少到很多的麻烦 那么有了这个抽水棒 那里就有电 对不对 那里就外面要加电线 整个电线 它是一个整个的系统工程 所以的话 这个就是一些很麻烦的事情 只要有一个地方出了麻病 出了麻烦 就不行 你运转不了 其实所有解决的问题 它的区别就在于 我打开水 就有热水 和我必须烧 热水才得洗 仅此 这个区别 仅此这个而已 而这个有这个 马达的费用 有这个电的费用 挪威的电还不是你用了多少 算多少 你哪怕不用电 它那个租金都要算 就租你这个线 租这个电板 它另外算钱的 也不便宜 每个月大概也要四五十欧 就是你完全不用电 每个月也要四五十欧 一间的房 那我要两个 两栋房子就有两个 但是这些费用 我在山上都没有 而我在山上生活的也很好啊 也没什么不方便呢 对不对 就是肯定是有水源呢 那每天就是 因为挪威这个天气啊 它不会怎么太热 所以你晚上烧烧水的话 不会烧到这个屋里 热的什么受不了 而且就是烧点水 烧点水啊 还有可以热热饭呢 或者是烤个屁杂 还挺有味道的 那么水烧热以后洗个澡 很痛快 很痛快 所以呢其实区别 只有一点点 但是呢 它就省掉很多很多的麻烦 其实你想想我们人类啊 为了那么一点点的方便 我们要制造多少的麻烦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厕所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农村的厕所啊 农村厕所呢 它是有一种 就是你 有两种吧 就是说一般的这个RV 就是那个房车 房车用的它是用化学 弄了以后它有化学 你完全闻不到味道 然后拿出去丢掉就是了 它用化学处理以后 它就不是大便了 就是一种其他的物质了 这是一种 我们这种是一种自然的什么东西啊 放在上面 基本上你闻不到它什么味道 这个你完了以后 就往傻一点 傻在上面 它慢慢它就变成肥料变成土了 它是这种搞法 当然奔驰老师极力反对啊 就是说人类的这个分辨 是不能做肥料的 它是要求我一定要丢掉 不能做肥料用 那我只能听它的啊 那么现在就很简单 很简单就是小便的话 你就是 男人很简单吧 就是杀到一个桶子里面 然后把它倒掉就行了嘛 而且我那个都有管道 通到外面 你要是小便的话 它就自己会流出去 弄的水 冲一冲的味道就没有了 那么 固体的呢 固体的就是 你在这边撒点东西 到一定时候 你就把它 放进去做肥料 那么按照奔驰老师的 那你就是拿个缩料袋装起来 就像其他的所有的这些 这些垃圾一样 就做做垃圾就丢掉了 其实在美国有很多那些 它不是专业的房车 就是很多那些 住到自己汽车里的人 就是这么干的 他们就是有拿个桶子 就是他们弄完 就把塑料袋捆捆捆捆捆 就做垃圾就丢掉了 按照他们的这个 他们还有理论呢 那时候那些小孩子的那些 那些噩摩子 还有老人家的这个 他不是也是做垃圾丢掉吗 他说做垃圾丢掉 并没有什么不好 按照他们这个理论 是可以丢掉的 但是 由于我想的就是奔驰老师也来 或者我有朋友也来 对吧 那么就是说 没有一个抽水马桶 好像是不文明嘛 对吧 我就这次想做一个抽水马桶 我就跟他水公讲 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抽水马桶 要像个文明人一样 这个人呢 到了我这里上了厕所以后 水一抽 呼呼呼 就冲掉 冲走了 这个人说 你知道要做那个抽水马桶 多么的困难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乡下 我们这个是没有那个 城市的那种 那种排 那种管道是没有的 那么你只能做那个septic tank 就是自己做那个叫分化池 分化池就是说 一个很大的箱子 你挖个洞 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放一些化学的这个东西在里面 那么呢 你弄出来的东西啊 是小便的话 它就会渗透 就就就就丢掉 剩下的全是干的固体 而固体的根据那个化学的东西反应以后呢 它完全就变成其他的物质 所以到一定的时候 可能一年一次 还是几年一次 你把它打开 就清一次 就把它逃出来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一种搞法 叫septic tank 那就可以用水冲啊 但是他说 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大概需要两三万美金 OK 他说你觉得值不值得做 他说反正是到这个农村来的 他们都应该可以习惯 都应该可以理解 一定要做一个那样的 除非你是长期住在这里 是吧 你长期住在这里 有家人住在这里 小孩在这里读书 一年四季住在这里 那你是有价值 花这个两三万美金 去做一个这个奉化池 否则你就是没有没有必要呢 没有必要 你还不如去买几个很高级的 这个房车用的 一样的 你完了以后就是化学的 你就是哪怕是买几个 对吧 哪一个客人专用 因为人都是不愿意看到别人的东西嘛 这个自己都不所谓嘛 对吧 那么我说奔驰老子来了 我的女儿来了 那我买两个 奔驰老子一个 我女儿一个 自己用自己的 自己完了以后都是自己的化学的 自己处理 那也比那个要简单 要防保 要要要 怎么说呢 就是说经济很多很多 所以呢 今天 我是在这里 这个Christian Sun的这个图书馆 在学习 老子的关于这个 他的一些这个哲学思想 他的哲学 他是反对人类文明的 他觉得人类的文明 事实上是把人类 带入了企图 人类是越文明 是越反动 越文明 是越 反道 而行之 啊 使得这个 就是说怎么 人们在解决问题的同时 是 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 使得人就是说 越来越难过 你比如说现在的话 就是说 比如我在山上的话 哪怕是全世界都停电 都没有能源 我都可以活下去 因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 对吧 那么就是冷到我可以烧火嘛 那个山上有的是柴嘛 可以永远烧不完的柴嘛 对吧 我游的是水 只要下雨就有 就水嘛 而且挪威这个水 下的雨水 就本身就是最最干净的 就是最最清洁的 这个雨水 所以呢 是不会有任何污染的 不会有这些其他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你有水源 对不对 那么就是能源的话 就是自己背这个煤气了 一贯一贯的买嘛 买一个煤气大概30欧元的话 可以用 省一年用可以用一个月 至少也可以用三个星期嘛 对吧 那么就一个月大概三四十欧的 就是一个煤气费就可以了嘛 其他的就没有了 所以生活就很简单了 你全世界全部停摆 诶我都能够活下去 那么事实上 我在我的小农场 如果按照我的这个三色的 方式的话 我也可以不用电的 我只是用那个电板呢 就充过电池的话 我可以充着手机就可以了嘛 对吧 或者我还可以把图书馆来充电嘛 就是就是我有一个 鞋的式的大电池啊 充电以后我可以充好多次嘛 那么就是隔一天或者隔两天 来自图书馆把所有电瓶都充满 天气好了 或者家里 从 当然有电方便 但是没有电也难不倒我 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啊 那么今天我就啰啰一啰说 跟大家啊 就是借着这个 老子的 他的哲学观点 就是完全归灰自然的 这样哲学观点 谈了谈文明的麻烦 OK 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 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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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